這是黃仁 黃仁說到他最近藍莓開火的時間 但是火包有那種萎縮的現象 也有變形的狀況 這是什麼原因 而且最近漏水比較明顯 有可能是因為這條火沒病的關係 另外這個火變形就是說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氣要給他打的 這個問題 一般就是在藍莓 最重要是非煤病 我們看得到 濕度高的時間很容易 所以一定要小心 這個機會非常的大 尤其在山上我們很多 他稍微只要有一點點 一種你要知道 這個非煤病在臺灣 不是像臺灣 全世界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 這個病害 他的病害就是 他對著這個 在適當的環境底下 他就很容易 很容易來發生 那麼一般我們同學 如果看得到這個變形 以藍莓來說 藍莓呢 如果是這個 芝麻 氣味這個危害 你會看得到 因為氣味 它危害時尊 肖子 還沒來回進去 在肖子 這個地方 你基本上都很容易去看得到 這 很容易去看得到 很容易去看得到 這種的解決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這種情形 很容易出現 所以 因為藍莓 我們一般在種的地方 就比較 要稍微有一點點 不能太熱 所以同時 要有一點點 比較涼的地方 比較涼的地方 它濕度 就很容易 產生這種的灰莓病 因為藍莓 藍莓生長的環境 那麼它基本上都是一個比較乾燥的一個地方 所以基本上它都完全對這個灰莓 在所有的這些瓶項裡面 可以說都沒有抗性 所以 這個灰莓病大概是比較 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 那麼一般通常你種的這個地方比較涼 所以氣味的一個危害比較沒那麼吃辣 所以 那麼大體上就會比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 這個要小心 所以應該如果是看起來的那種 那種狀況 基本上應該就是 比較接近這個灰莓 那麼 灰莓它還是中的的時候 差不多是一個藍莓最主要的病害 它開始 幼稚子開始在發揮 開始在 有這個佑國的旗艦 它都很容易來中這個灰莓病 所以呢 就是每一年呢 只要在稍微溫度稍微低一點的這個天氣 那麼就很容易來給它這個發揮 那麼它的這個 在蝦子館上 它也會在這個蝦子會這樣頂點頂點 那麼 蝦子感染 這通常在蝦子比較優秀的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黑黃黑黃的那種的這個板點 有時候它是 比較嚴重的時候 這可能呢 很多都會在火 因為它會寄生在那個藏頂 每一年呢 在這個 激溫濕度館的時候 它大概就會 有這個 所以 它在 果實上你最小看 它會 我們在說的 蝦子按摩 那麼你給它判斷一下 所以剛才看到 這幾個商品裡面 就很明顯 這已經有漲那個 這個 這個 就是說你看得出來已經有 它的是 它的是 爆去 激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你的出現好像有一個 我們說的 空洋氣按摩 就很像老鼠的那個毛 一種 一種的這個 一種感覺 一種應該就是藍莓 藍莓的這個 一種 肥美病 所以這個 這個肥美的機會很大 包括你 經常看 那幾月 這完全 就從這個病斑上 可以去判斷 判斷 它是一個 這個 這個肥美病 這個肥美病 一般通常在我們台灣 德索 他在葉子上 也是會有 就是說你最小看 這個肥美 肥美 肥美的一個肥美 那個地方 會稍微暈暈 然後也很像 這個葉子的地方 好像在這個葉賣 有一個類似 三角形的 V字形 這樣慢慢慢慢 那個肥美 慢慢慢慢進去 通常在這個 柚美的一個地方 它會在褐色變這個 有一點變黑 在柚基館上 會這樣 濾濾 濾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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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它就一直補 一直補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條件 那麼你要知道這個肥美 就是 它一個叫做什麼 灰色葡萄 什麼包菌 這個東西 那麼這個 這個是 在我們這個農作物裡面 肥美是一個很大的 溫帶地區 特別像溫帶地區 他們的平海很少 但是肥美是他們肥美 肥美性的一個病海 這個溫度是低於20度 特別在18度左右 濕度90% 只要經過8個小時 他就生長起來就開始傳染了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 來幫他做好這方面的這個風景 那麼這個 蕙蕾病是一種半腐生 所謂半腐生就是說 他不用完全寄生在這個 火體上 我們很多病說像白分白病 病說像這個 啊 這種疫病這種 他這種都是一個寄生性的 就是說他寄生在這個火體上 啊他如果說沒有東西 寄生的時候他就要保育 我們說的保育就是說 他會變成包子 這些瘦棉 還有寄主有這個寄主的時候 他就再發生 這是這樣 那麼蕙蕾病有一個 很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就是一半腐生 比如說他現在 有 有青的 他就寄生在這個青的這個館頂 啊他如果沒有青的一個 比如說這棟瘦棉了 啊 比如說像草莓 草莓瘦棉了 啊瘦棉了 這個草莓已經補掉了 已經要吸動了 他沒有營養糖和吸收 這個蕙蕾病的病菌呢 會在這個枯葉頂端 炒乾的這個館頂端 他原來怕生在草莓 草莓已經沒有營養了 他一樣可以形腐生 就是說他還會活在那裡 所以 他這個 啊 草莓大家的草莓都會傳染 所以你若是看到 你就要加掉 那麼 拿走 加掉 拿走 這點呢 可能在 啊 在其他的病害 在放在的時候 特別比較麻煩 一般 啊 像我 這個 之前在種草莓米 因為我們會面兵控制了 比較好 所以 基本上我 不要把這個 不要把這個草莓米 或是說火鍋的基調 那 清衡 我沒有我 將來我沒有清衡這個工作 我不要把他握去外面 我全部都是把他撞下去 水沾沾沾的 我就繼續再種 我不要 我不要把他拖出來 很多人說要清衡 當然這是 這個是比較好的 但是那些東西要拖去 有時候本身就是一個困窄 那麼 你若是中草莓病 你這個東西 把他撞在這個草莓 這個草莓就會很嚴重 所以這個基調 一定要幫他拿走 這 減少到他 這個感染的這個機會 啊 如果 我們冬天 譬如說 我們現在已經 採收刷 在修禪 修禪的時候 一些這個搭壁 創什麼這個 給他拿走的就要拿走 這一定要 要稍微給他這個 注意到 這應該是這個 灰莓病的這個問題 那麼 一般我們在採這個灰莓病 這同窮 這個藥 都是 啊 都是有 有效的 這灰莓病的藥 不是特別的難 但是不論你採什麼東西 啊 不然都會建議說 你要拿一個這個 抗生素 這類的 譬如說 像這個 啊 這個 電梅素 四環梅素 保利梅素 這類的 這些東西 可以 給他加在裡面 他的風低效果會比較好 啊 所以這在這裡 讓我們好朋友呢 要稍微做一個參考 就是說你 如果已經有中了 啊你就要 一定要加抗生素 進去 這加抗生素 進去 他的原理 就是說 因為他會去驚醒 在這個 他的半腐生 在那個枯葉 上面 有辦法去驚醒 你如果沒有用抗生素 去給他抑制 這通常 因為那個 打那 我們傳的藥 通常是靠這個系統移行 那麼 他的藥 打掉就不會移行 所以你要用這個 控性素 去把它抑制 所以大概是這個原理 那麼 以後我都把這個 控制 好洗 所以這應該是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應該 最大的機率 大概就是這個 肥美病 那麼 他嚴重的時候 藥 賣 每一個葉子 賣 都會抄打抄打 這個很明顯 那麼 在藍梅 這個 財布的規定 裡面 這是一個 最大的 一個挑戰 尤其在我們台灣 這如果是比較濕的 這個地方 那麼 就 很 很要緊 那麼一般 我們在 種 這個 藍梅 在台灣 在國外 因為他們運動都比較低 所以通常 他們 比較少遇到 比較早去渡到 通常是這個 這個 灰梅 但是還有一個 就是這個 炭居病 炭居病通常是比較 比較稍微的 這個 比如說溫度 這個二五度以上 比較稍微 還會 可以出現到這個 炭居病 還會發生 還會發生 它的炭居 所以通常 它的顏色會比較輕 這個 會出現到 比較紅 比較紅 這個 深褐色 做這種的 這個 這種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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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 在這裡 所以這在這裡 好朋友 稍微做這個 了解 所以 要小心 小心 做這個 防治 這裡噴的 這些油 其實很多 都有效 我們用的 這個 這個 肥美病的 這個 這種 用藥 都 啊 都挺 挺有效的 啊 這 很多油 都有效 但是 啊 白克裂 派美泥 這個 當然 啊 這 你可以去參考 參考在這個 草莓 這部分 這個 啊 這個 用益 白克裂 塞浦富泰寧 啊 這個 派美泥 那麼 這個 鋪魅靈 伊普銅 啊 這個都有效 啊 這種東西啊 肥美 這個東西 都有效 但是 在這裏特別 幫你強調 就是說 加一層啦 那從我們在 做這個 慢苦病 一樣 加一點點的 抗生素 那效果會特別的好啊 所以這大概是 啊 使用的一個 這個技巧啊 所以這給你一小 做一個參考 大概是 這種狀況